放眼望去一切被白雪覆盖 冬天低温动辄零下三四十度 达达斯坦境内有超过七百个村庄 没有固定营业的店铺 如今居民的生活补给 就靠快闪的行动干嘛点 货车一开来村子里瞬间热闹起来 摆开床桌放上棒乘生意就开张 大妈们最先把面包抢购一口 买黄瓜也不忘讨价还价 就算这一次没买到还能用定的 相当忍性化 我们现在运动摆开 整个温度,每个一只的一只 都放在一只的一只 都放在一只一只 有时候他们又不问 我们直接写 然后在三天运动摆开 我们运动摆运他们所有的食材 在主要食材里面 主要是吃水 冬天啊 蚂子 这些什么 菜 冬天啊 我们还要做什么 我们还要做什么 卡丝 不过这样的行动 可是有组织的 从2017年开始 当地政府推出 行动商店车队计划 由75辆货车组成 确保每周造访偏远村庄 两到三次 除了行动 为偏向带来便利 此外在俄罗斯 还有偏远村庄 靠蜂蜜扭转命运 只是想为阿玛珠的小村子 做点事 2014年桑萨波娃 发起众筹计划 募得约270万台币资金 添购设备将平凡无奇的蜂蜜 变成口感滑顺的蜜霜 增加产品区隔 接着又以棒棒糖为发想 推出别出新材的牧池糖 还加入香草与莓果 也扩大了对当地作物的需求 产品更销往莫斯科等大城市 2018年营业额上看900万台币 让蜂蜜阿嬷的创业故事成为佳话 大家新闻的视频别